你知道用开水怎么蒸出这么嫩的鸡蛋羹吗? 没有蜂窝入口即化,先打一个鸡蛋 用这个蒸蛋碗做凉杯倒入100毫升开水 边倒边搅拌蛋液 用这个有盖子的蒸蛋碗就不用盖保鲜膜了 而且受热均匀,蒸出来更嫩滑 过滤一下使蛋羹更嫩滑没有气泡 有这个小盖子太方便了 水开蒸8分钟焖2分钟 为什么用开水来评论区告诉你? 它比我轻那么多还是很怕胖 但是又想吃甜品 所以这道甜品快来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今天用到的是北海牧肠乳绕布丁味酸奶 淋着糖一杯只有60卡 每一杯都发酵4-5个小时 更适合这道甜品 一层芋泥,一层紫薯,一层红薯叠起来 在外面抹上一层浓郁的北海牧肠乳绕布丁味酸奶 用水果装饰一下 健康,美味,还不胖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上次一不小心包入了厨艺之后 我的朋友天天都想来家里蹭饭 所以今天就是好朋友一定要学的电饭煲卤味 底部铺上葱,姜,蒜 放上超过水的食材 鸡蛋也要来几个 配料有点多 但是这样子味道好呀 都打在屏幕上了 记得要收藏哦 按下煮饭键60分钟 一份简单的电饭煲乳味就做好啦 像我们这样的朋友 当然要喝真有味道 原品原装 欧洲进口的超级伯克啤酒啦 拉环式设计 再也不怕有人说没有起子赖酒了 快做给你的好朋友吃吧 切好的五花肉倒入锅中煸炒出油 放姜片八角跟辣椒炒香 抓一大把绍兴无砂梅干菜用温水泡开 放入锅中 重点要炒跟水分炒出香味 加一勺冰糖 生抽老抽调味 再倒入温水小火慢炖30分钟 哇 太香啦 肥而不腻 米饭又多吃了几碗 切好的五花肉倒入锅中煸炒出油 放姜片八角跟辣椒炒香 抓一大把绍兴无砂梅干菜用温水泡开 放入锅中 重点要炒跟水分炒出香味 加一勺冰糖 生抽老抽调味 再倒入温水小火慢炖30分钟 哇 太香啦 肥而不腻 米饭又多吃了几碗 饭煲多装一点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香菇好鸡剪纸餐 没有男朋友的 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 加入屏幕上的调料 想要超车的口感 淀粉不能少 抓匀 加入泡好的香菇 香菇好鸡好 来处理一下米饭 剪纸鸡也是可以吃饭的 但是要选对 既然清养里面卖青石杂粮伴侣 由照页营养师 科学配比 12种数量吃胎 最方便的就是不用提前泡它 Q弹的米饭 加上嫩滑的鸡腿肉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爱吃鸡腿肉的全部看过来 这样的鸡腿肉你一定没吃过 先把鸡腿肉简单去骨 切断筋膜用刀背敲一下 撒上辣椒面还有黑胡椒 再来调一个照烧汁 均匀地刷上照烧汁 背面也不要放过哦 在中间薄上一片芝士 把鸡腿肉卷起来 再用锡纸像卷糖果一样卷起来 烤箱180度 先烤30分钟定型 再来一杯冰鲜柠檬水 一层柠檬 一层冰糖的叠起来 记得杯子要厚一点 隔水加热到冰糖完全融化 一半糖浆水 一半纯净水 第一边烤好啦 再刷上点照烧汁 烤上第二边 家里没有烤箱 用空气炸过也可以哦 这道你们一定要试一试 鸡腿肉的汁水 全部被牢牢锁住 中间还有融化的汁室 这样大口吃了 真太满足了 快就给人家里的人吃吧 婆婆从小告诉我 夏天要多喝苦瓜汤 清热又解暑 锅中放桌水的排骨 泡好的黄豆 两片姜 加满长姜水 小火慢炖30分钟 再放苦瓜炖15分钟 最后加盐 裹起葱花调味即可 婆婆从小告诉我 女孩子夏天要多吃红豆 准备红豆提前浸泡两小时 倒入锅里 加半碗白西米 一定要加滚烫的开水 煮30分钟再弄20分钟 最后加红糖和牛奶搅拌搅拌 营养丰富 比奶茶好喝百倍 多给孩子吃山药的好处 不用多说了吧 做成宝宝小甜品 一口一个吃的停不下来 铁盾山药切断 上锅蒸熟 压成泥 宝宝喜欢的水果切成小丁 山药泥加水果丁翻拌均匀 揉成这样的小球 我还做了其他口味 撒一层椰蓉摇一摇 你就这样做 我不限麻不吃 一块红糖 做出两种对象无法拒绝的小丸子 糯米粉少量多次的加入温水 揉成团 酒下一块抽成小丸子 煮的时候要注意水开在下锅 过一下轮水口感会更Q弹 压筷先烫一下 均匀地撒炸一层黄豆粉 穿成一个个小串 这一步红糖可以熬多一点 因为后面还要再做一碗 把粘稠的红糖淋在小丸子上 剩下的小丸子直接夹到剩下的红糖里 炸上芝麻拌一拌 同样的食材做出两种不一样的口感 赶快给你对象安排起来吧 怎么把六个鸡腿变成三个鸡腿 简单地给鸡腿去个皮 鸡腿下锅间 盐鸡精黑胡椒调味 咖喱粉是这道菜的灵魂 葱姜蒜吃腥 盖上盖子小火炖煮 直到鸡腿软烂 把鸡腿肉撕下来 骨头可千万不要丢哦 土豆压成土豆泥 加入撕下鸡腿肉 喜欢吃辣的可以向我盐加点辣椒粉 在中间加点芝士和骨头一起包起来 一层面粉 一层蛋液 一层面包糠 放入烤箱 180度20分钟 趁着这个时候来做一杯好喝的 2012捣碎 加点水把它抹在杯壁上 满杯的冰块倒入绿茶 再来一点牛奶 鸡腿也烤好了 不用油也能做到表面酥脆 轻轻松松就能把一整条骨头都给抽出来 真的是外酥里嫩 里面芝士融化程度也刚刚好 口感贼丰富 快做给娘娘的人吃吧 妈妈在忙也要每周给孩子做三次裙带菜虾丸汤 汤鲜为每孩子超爱喝 八只大虾加半个蛋清 打成虾泥 加胡萝卜碎 一勺淀粉 少许盐 搅拌上进 冷水泡一勺裙带菜 它是大海里的蔬菜营养丰富 口感嫩好消化 油热放葱蒜爆香 放入裙带菜翻炒七八下 加适量的水 水开挤入小丸子 加入豆腐 淋一个鸡蛋液 适量葱花枸杞和盐调味 热乎乎的来一碗 真的太舒服了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 午餐肉迷饼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把掏出来的午餐肉切成丁 我觉得不管是晴天 阴天 雨天 都无论和你一起吃饭聊天 把拌好的米饭 放进肉框里 小火慢煎 简直两面凝固 喜欢吃微焦的可以煎久一点 淋上一点沙拉酱 快速给亲爱的人吃吧